字幕 李煜郁 彩霖 Hi Aimon 我叫做VV 今次想分享一宗大約發生在一個星期前的一宗酒店個案 以及給你一個溫馨提示 希望可以讀出來和聽眾分享 我自己比較喜歡嘗試新酒店的人,也可以當一個小優 7月10日,我訂了一間位於奧運站的五星級酒店 這間酒店很特別,只有一層,落成後有四個月 我見到當日的房子不算太貴,所以決定入住一晚 還可以看歐國杯的冠軍決賽 1點鐘去拿房,酒店的職員跟我說 JR被泣說因為有個房子未撘好,不想等太久 於是就替他升級海景房給我 可能他們覺得我不認識路,於是就帶我到這間房 房個號是17號 我見見酒店的職員做的事惰其怪 他首先敲門然後踏入廣 screws觀俺 好像看看有沒有人 我看到他這個舉動覺得很奇怪 之後他叫我萬用,不過我進到房間的時候,我看到周圍的環境就覺得很重要 房間超大,樓底又高,廁所大到可以分為浴室區和洗手的位置,好像resort一樣 客廳和飯廳都是分開的,中間有一塊躺開的門可以隔著兩邊 兩個廳都有一部LCD的電視機,外面有一個公眾的露台,環境方面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是我第一眼看著床,感覺到有點不舒服,不過我又沒有理會,還拍了一張照片 一向住酒店,我都有些秘技,因為我慣性,就會開了所有櫃去查查看有些什麼在 我記得床頭有一本沒有打開的聖經,我都不以為言,有聖經也不是一件事 整個下午本身都沒有什麼事發生,直到到晚上七八點,我吃完飯便回到酒店 我接著就去了Gym Room參觀,其實那裡有很多鏡圍,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我感覺好像不停有人看著我,接著我回了房間,一直在房間看電視的時候 我一直看到客廳和廁所的冷行那裡,好像有些東西閃來閃去那樣 我就想,我都盡量不理的了,之後想要去廁所洗澡,突然間,我見到一隻藍色的飛蛾 就撲進去浴缸裡面,明明之前去過幾次廁所都不見的,加上位置是密室的 怎麼可能有些小昆蟲或者飛蛾進來的呢?我打算出廳,用一份報紙趕進廁 在廁所,短短十幾秒,就不見了飛蛾了,周圍就這樣找,廁所都有一條冷行的 不可能突然不見了,消失了的 我都不理了,照樣洗澡了 在洗澡過程之中,我都不斷聽到,在廁外有很多雜聲,好像人在聊天一樣 不過我很肯定,我在洗澡之前,電視是關掉的 還有剛才在街上回酒店的時候,我肯定我隔離房都還沒有人回來的 那何來會有人傳出來呢? 好了,我不理那麼多,準備睡覺吧,當時有凌晨三點多了 但不知為何,硬過得有人在床尾看著我 所以我睡了一個小時,頂不住了,決定起床再看球 整晚不斷有多不尋常的影子在房間走來走去,房間還那麼冷 辛苦到熬完整場球,早上六點鐘才可以安心睡一陣 好了,當我查看的時候,我查看房間有沒有留下東西 走去的時候,我看見先前放在床頭那本聖經的位置,打開了一半 哇,嚇死我,因為我當初看見它是蓋起來的 為何現在打開了一半呢? 這個星期,我家每晚都見到一個黑色的人,很高的影子在家裡徘徊 我真的很怕靈體跟蹤我回家 現在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看看那些高靈人士見到甚麼可以幫幫我吧 另外,我一單溫馨提示,你們不是說過嗎? 現在來新辦公室,在九龍灣的警法工業大廈八樓 曾經有吊頸事件嗎? 我告訴你,在九十年代,這一層樓也有試過人跳樓 我爸爸曾經在這裡做過事,很肯定發生過的 說真的,我還有很多關於在香港酒店的靈異事件 下次再跟你說吧 好吧,這個電郵說到這間酒店 我都有時會經過一下它的外圍 我大概知道在哪裡了 挺有趣的,其實這間酒店 它建造的時候根本不是真正想建造酒店 它是一些住宅 但是不知為何,可能它會留下一層 後來就發展,變成五星酒店 只有十幾間而已,一層過的 對著海是很美的無敵海景 基本上 那為何會發生這件事呢? 我覺得最詭異的地方就是它那本聖經 因為它的聲音,或者影音 也可能有時自己會不會疑心大 但是如果你一個人住 你發現沒有東西碰到那本聖經 沒有人,那為何突然第二招會變成這樣 而且它的工作人員說,它主動敲門 可能第一,它也想確認裡面是否有人 我相信這個人有可能性,不是一定是鬼的 不過酒店只有十幾間房間 它也不知道那裡有沒有人 我相信 如果你說很多房間的那些 很難說,有時候 貴一樓萬都不出奇 但是它這裡只有十幾間 你不知道有沒有人 比較奇怪 我覺得是這樣 好了,多謝各位朋友 還有一個溫馨提示 原來在我們八樓 不但曾經出現過吊頸事件 原來還有跳樓 喂,你今晚聽不聽到我的節目呢 可不可以立即打電話來說多一點點 還有我們剛才有同事回來的時候 他說 他說 因為我們這裡有三條的後樓梯 最近我們一條就是剛剛隔離而已 再前一點有一條後樓梯 那條後樓梯呢 相傳 我們的地產經紀說過 就是說 那個吊頸事件 那個朋友呢 就說在後樓梯吊的 嘩,是這樣 還有曾經發生過火燭的 所以那裡都分黑過的 剛才經過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是九點多鐘經過 買完東西吃回來 他說 喂 為什麼有個人 站在後樓梯呢 我說為什麼 沒有啊,我們四目交頭之後 他蹲下了在那個門邊 這樣 咦?蹲下? 為什麼蹲下的呢? 這麼奇怪的 什麼事呢? 是不是肯定是人呢? 他說肯定是人 其實肯定是人呢 我也比較恐怖 因為你不知道他有什麼目的 你說靈體的 都還有一個方法 對不對? 我暫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剛巧他就溫定提示 做一件事給我們了 可能還發掘多些 這層樓的多些事件 都未定 好了,電話號碼 98844989 聽聽阿B的電話 Hello阿B 你好 喂,Hello 你好 我叫阿B 錯了阿B 那電話號碼 不要緊 錯了,OK 怎樣 那就說回 20年前左右 那時候 就想兼多份職 不夠用 就回一間 是做無線電話的 就在新蒲江那裡 哪一島就 免得說 因為那裡還在 後來 有一晚 我們就是 臨上班的時候 先那幾個小時 我們就要馬上去一間 因為人多 一層那間廠 很多人 後來 然後 很奇怪 那次我進去廁所的時候 通常 每個人都站到出門口 那我就想要早點 九點九個多次走進去 居然一個人都沒有 那我心想 真是 咦?這麼奇怪 那想到自己 真是好運 嗯 如是姐當然去廁所 那 當我想關門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女人 嗯 那個服飾的打扮 是完全不是我們廠裡面的人 因為我們廠裡面的那些 那些 清潔那些 完全是被我們 是預先收工的 嗯 那 為什麼有一個 這樣的人兩度呢 那是一個 中年女人的打扮 那是 什麼打扮呢? 什麼年代呢? 嗯 她是穿一件 很暗的 襯衫 那條 好像 以前那些 女人穿的 好像很長的 那些 黑色的 那些 穿一雙 黑色的 鞋 不過 那個下面的 下體 那個下身 應該說 不好意思 那個下身 就不是很清楚的 那我就 當我想 去廁所門的時候 咦?為什麼會有一個人 在外面 還有一個 我從來沒有見過 因為全部都是 年輕人的 那我覺得 咦?這麼奇怪 我馬上 很快去開門 當我開門的時候 這個女人居然消失了 嗯 我覺得 嗯 可能自己眼花 我也照去廁所 那 去完廁所 一直都沒有人進來 我跟著再出去的時候 就跟別人說 我說 咦?你們成班 為什麼你們不用去洗手間 咦?我們答半就去了 你現在才去 我說 剛才我在裡面 看到 那可不可以想想 可能自己眼花 嗯 嗯 這樣就有去 不過呢 過了第二天 過了兩天 真的大落了 那時候 為什麼呢? 都比較長篇一點 那你簡單 嗯 我儘量簡單說 好 一樣是如是者 我下班的時候 因為我住沙田 下班後 我就不想走隧道 因為隧道 曾經被人調查過 打劫 我單身一個女生 我又不想走那裏 嗯 於是我就走 走上面的路 因為它是十字路口來的 嗯 那我走上面 那我也是走在隧道 旁邊 有些草 有些草皮 這樣鋪著的 好 那我打算走到那裏 那這樣就快點回家可以 那當我走 大約走了幾步呢 我聽到後面有一個女人 嗯 穿著很響的 抖令爭的高爭鞋 是非常響 那我便在那裏 嘩嘩嘩嘩嘩 這樣走 於是乎我心想 嘩 媽媽 她都很響聲 就對抖令高爭鞋 都很響聲 於是乎 於是乎我就想 哎呀 我都快來到家了 這樣 於是乎我心想 看看你是什麼鞋本 這麼厲害 這樣 一望 我看後面 沒有人 因為你是十字路 你走不到 根本 就算橫角馬路 也有一條欄杆 你根本 都看到你走 嗯 那看暈了 都沒有 然後我再想 咦 剛才那個是草皮 是草地 哦 那 為什麼會響呢 嗯 那我就覺得 唉 不要管了 可能 橫角來的 這些 然後二事者再走 那再走的時候 那些聲音又來了 當我踏開第一步 那些聲音又來了 噢 咦 咦 那麼奇怪 又來 我立刻第一時間 我是一向不怕這些東西 嗯 第一時間立刻看後面 都沒有了 嘩 那我覺得 咦 那我連續做了五次 五次嗎 哦 是的 因為我不怕的 後來去到 那 那 一轉 轉到樓梯 就到自己 那座樓了 那我就看到 好 我最後看你一次 噢 如果你 讓我真的看到 你就算暈了 那 起碼有些的士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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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我打算 再看你一次 嗯 那又是很快樂 馬上去看 又是一個人都沒有 於是我就真的 心臨 知道 是的 不是正常的事情 嗯 於是就走得急 我走得急 他亦都走得急 他走得 他走得 好像是貼著我背脊 這樣走的 好了 都看不到樣子 是吧 走走走走 然後 心裡也很害怕 於是他心想死了 已經回家了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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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幻覺來的呢 那 我又再看他 那一次 臨花到家裡的電梯口 那 我看到有一班 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 那時候 叫做 不是叫做立案法團 叫做 胡偉會 有些人 正在看家 那 後來當時 我看到有人在那裡 我心想 我再看你一次 嗯 如果這一次 真是被我看得到的 起碼有人扶著我 我再看 也都是沒有人的 嗯 那 那 我就很害怕 馬上衝回去 馬上按鈴 那 我心裡念 正在那時候 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 什麼 抹經都念了 這樣 這樣 有沒有跟著你回去 最後 我不知道 我跟著 我就是不舒服 我跟著發燒 是高燒 是 我從來 我從來上班 因為我不會請假 那一隻 哇 終於燒了我兩三天 都無法上班 很奇怪 後來 還有很多 哇 我個人沒有什麼多 是遇過最多 啊 這樣 這麼嚴重 遇過最多 是啊 當時不是有一間叫做 TOK ONE 是啊 火足那間 是啊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沒有中有主宰 好 你簡單說 簡單說 嗯 重點說 我朋友 本身 她的女朋友 就是 新加坡人 是 想著那一天 就是做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整班同事 就跟她做 farewell 就約了 在TOK ONE 開了 開場 就想著跟她唱歌 一路 跟她 farewell 是 那一天 我的朋友 她的男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嗯 她當然希望她的男朋友也去 但是那一天 她的男朋友 無端端發高燒 嗯 是燒到 很少人 是燒到 183 103 到幾 嗯 她的燒到 嗯 她看到她的男朋友 燒到這樣 她就心急 又想去看一個男朋友 於是 於是 就 推了那班同事 嗯 那一天 那一班同事就說 預約了位了 就自己去吧 是 那一天 然後她就說 你不去 特意為你去預約 嗯 那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不舒服 我也很想念她 不如你自己去吧 嗯 那她想著 都預約了 那算了 結果 她在兩間房裡 是啊 她五個 五個同事都不在 哦 是啊 就是這些明明中注定 那裏有一間房裡 是找到五個男女 是啊 就是她其中的同事 哇 其實她知道 都很不開心 因為那班朋友 是為她們 當然了 為了Fairwell 是啊 還有覺得我朋友 她也是這麼奇怪 無緣無故地 是臨 是臨 她本身也要上班 她上文職的 她下班之後 她又是突然間 才是病的 這些是很難說的 是的 這些是整定的 這些是整定的 嗯 好 我非常之多 留下一次再跟你說 多到不得了 多到不得了 那你上來坐在我旁邊說 好嗎 蛤 你上來坐在我旁邊說 坐在你旁邊說 是想害怕的 可以不上鏡 不拍你 是不是 好啊 我再聯絡你 多謝你念一下 好啊 好啊 謝謝阿伯 一路這樣 大旺 OK 謝謝阿伯 拜拜 拜拜 好了 那我們來了 澳門 很想看到 究竟這個凶宅地方 是什麼樣子 好了 我們去這一部分 來吧 走過去 澳門最凶宅的地方 夜探究竟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感覺呢 你將會 是啊 以前初一段時間 這裡是黑蒙蒙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 黑蒙蒙 可能這裡亮了 光了 應該有人 打理了 接手了 是不是 那放很多 古曼的 在哪個位置 啊 這裡 是啊 但是這裡 真是供奉的 是啊 是供奉的 不是說那些人不要的 是不是 以前是 蛤 以前是那些人不是不要的 以前是剛剛拔到這裡 不是 但是剛才說 剛才師兄說很多 以前是這個位置 就是擺那些不要的 但是現在 我覺得這些是真是供奉的 現在的壇本身 好 不走出來呢 其實就是 這個 空窄的地方 樓下大棠是無遮無掩的 是啊 是啊 我們 看到它這裡有個很大的陣像 這個關公園應該是鎮住的 應該也是 靈坦的 是啊 是啊 還有一些風水浴缸 會不會是 像是 對 對 扔你對著大門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這裡也很多人會出入 是啊 嗯 嗯 這棟樓的散氣很重 是嗎 是啊 所以它尤其是有關公 有關公 有關公 是嗎 對 那就是關公 因為剛才我上來的那一刻 我的頭是 紮暈 暈到 還有一些麻痺 有些頭暈的感覺 有些頭暈的感覺 OK 是啊 你好 謝謝 沒有啊 我們拍一些環境 因為之前說這裡很多人跳樓 是嗎 你們住在這裡 很久的了 我不是住在這裡 我在這裡開工 我們開工的 對 怕不怕嗎 不怕嗎 真的 不怕嗎 真的 那次又分屍 跳下來 什麼 分屍嘛 跳下來 我們是一些學生 做一些紀錄的 大學那些 學生啊 是啊 雖然我樣子不像 跳回一個黨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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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 我們做一些樓宇的 結構的調查 這裡經常有人跳樓 是 你是看奸 是 怕不怕 不怕 不怕 每天都跳過 什麼 每天都跳過 對 就是這裡 這樣也不怕嗎 這裏真的有很多空爪 那時候你是在這裡看著電路嗎 不是看 差不多 我們裡面 聽到 啊聲 噴噴聲 這樣 出來看了 就沒有了 沒有發現到 一七度 到一點 有一個女兒的 發現 他叔 有人跳樓 然後我到哪裡 到哪裡 到哪裡 然後我去看一看 就報警 哦 你是報警那個人 是啊 嘩 它不是分屍屍嗎 蛤 它是 沒有穿衣的 說那個 沒有穿 那是不是分屍 分屍 分屍 血藥沒有 沒有分屍 沒有 沒有 這裏有沒有散了 蛤 這裏有沒有分開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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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喝香水 噢 那個麵在喝香水 其實你也看著它 其實都 看到 消防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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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幾多人來的 啊 消防 消防 司警 然後 是 警察 是 你遇過幾次這些事 在這裏 二棟一單 剛才 四棟一棟 一棟一棟 是 有些是 消防 是 很多 很多啊 為什麼呢 有些我休息也看不到 試過兩三棟就休息一下 幸好 大人知道了 知道 知道 為什麼這裏這麼邪呢 這裏 這裏是住那裏 那裏 非法旅館 是吧 這裏非法的嗎 不是 順便的人做非法 哦 非法旅館 木法就是非法 哈哈 哦 就是品流複雜 複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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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裝些香啊 有 很多人 因為 走完 走到美國航空母艦 控制他 搞美國航空母艦 哈哈 我想問 外面那個關公像 是否鎮壓著這裏 會不會呢 關公 是的 關公 你身就有 身就有 是吧 是 那你會不會裝香的 明知道 開公那些 是的 假裝啊 裝香 裝香那些 想要望贏錢 哈哈 哈哈 多數都是這樣 望贏錢 對你 對外 純粹這些 哦 有沒有聽過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在這裏 這麼多空窄 是 秦樓的時候 一層樓都沒見過 哦 見過又不好的事情 那些時候都不見 你有沒有見過 從來都沒有 上上面天台呢 試過一次 還拍攝 那個電腦 坐在那邊 說 今後聽到 噠聲 我走出來 聽電筒照 我說 誰啊 大聲 看不到 今後那個電腦 我說 啊 師傅說 你搬馬來 不是啊 他都真的來 他都聽過 哦 即是你都聽到聲音 啊 但是沒有人的 沒有 在樓上 天台 天台 那些電腦 對呀 那些電腦 那有沒有死過人 他的電腦 沒有 沒試過 哇 你都做了很多年了 回歸到現在 什麼 回歸到現在 哦回歸到現在 哇 你不是見證著這裏 發生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對 那些電腦 啊 啊 抬一些師傅來 啊 啊 那些 好像你這樣拿著 啊 但是你拍照呢 現在拍來拍 放下你的電腦 一會兒我抬起 你們就不能拍 哦 他都要溫飾的 他那些親戚 朋友 哇 他那些 做很濕的 是嗎 哦 就不然拍到他 你一登報紙 有些親戚朋友 那你 他說 我拍到工作 做過何龍 那 但是 那樓下來那個之後 家人有沒有做一些法事 超到他 大陸 哦 不是本人來的 所以沒有 沒有法事做的了 照在他那裡 哦 哪個位置啊 在前面那個位置 照在他那裡 咦 我們 在花槽那裡 花槽那裡 花槽那裡 就是第二格 這裡 第二格 是那邊還是那邊 有一二數 好 我們過去拍一下 對了 整段片的重點就是 大家不相信學生 喂 現在不可以是mature student 沒有的嗎 可以讀到七十歲的 我沒有說謊的 告訴大家 我們是研究究竟那個環境 是有什麼問題發生 所以也是做一些報告的 現在就交報告的時間 對了 剛才這個叔叔也叫人 他知道我們學生 都說了很多話給我們聽 他就說 他真的見著那個跳樓的男人 下來了之後 他第一個是報警的 事發之中 他第一個接觸這件事 還有他也說過一件事 在樓上天台的時候 突然聽到一些 喵聲 但是發現周圍都沒有人 試過這一件事 都感謝他交了單貨 好了 一會兒回來 恐怖多一點之後 12點半之後 都會繼續看 我們去到這個事發的現場 直接的位置 他說了一件事 挺奇怪 他說這件事發生了 大概是一個多兩個星期 那裡有一個空 就是屍體掉下來之後 他還指著 這個就是頭 這個就是屁股 那個位置 那個屁股的位置 那個空 一直都不燒 究竟會不會 可能剛好那裡有些水 一直滲到一些階磚裡 還是怎樣呢 賦了一份朋友 就會看完最後這個部分 我們到時候 在那個位置 都會用一個靈探測試機 看看有沒有一些反應 這個就是12點半之後 會看到 另外 就剛才說了 有一段影片 在Facebook都瘋傳了 就是有些朋友在外國 拍到常控 機場上面 懷疑拍到UFO 雖然是一些 挺古怪的狀態 它不是一顆 或者是一個 波體 或者是一些飛碟的形態 不是的 它雖然是一個 挺不規則的 一個類似圖案 上面的東西是白色 一段東西 在邊邊的 越發越大 看上去 都挺真實的 究竟是不是UFO 或者是其他解釋 待會回來找阿卓飛 跟我們分析一下 好啦 附一塊的朋友 記得登記進去看 一會兒 如果你也想看下去 Facebook的朋友 都可以 立即參與我們這個付費行列 你以後可以下載所有的節目 看 看完每一集到12點半之後 收費時段的東西 當然 現在更加方便 可以透過我們Android的手機APP 和IOS蘋果的手機APP BIG BIG AIR 就找你的BIG BIG AIR 就可以下載下來看 加多10元 就有個月費 還有一些朋友 我不喜歡加月費的 我喜歡看哪集 就買哪集 可以用一個conce 這個概念 去付費 好啦 回來 我會看到最緊張 和最多內幕的東西 回來再見 潘紹聰 恐怖在戰